我原本是在突擊被ban之前 我那個時候就想了很累 我那個時候原本想在騎騎那天去海邊跳一下 後來突擊就被ban了嘛 然後就變很多時間了 我就變超級無聊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每天開台 然後每天開桌下酒就是超值強一直放 6月18號被ban了 那個時候打蟑螂嘛 可是在那之前我連續開了超級多台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進整邊就關出來 然後我又吃很多藥 然後我又覺得開直播好像好累喔 然後我一直喝咖啡然後喝紅牛什麼的 然後還沒要越去越中 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後來就想說 那開直播這一次開台 大家都沒有覺得我不好什麼樣子之類的 欸難得有 就是大家都那麼喜歡我 那個時候大家都那麼喜歡我 然後我玩奧列斯特 然後我又不會罵人 我那個時候又不會亂罵人 然後我很怕又變成那樣子 所以說 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他就去講一些話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慢慢試試看 看不要跳好了 大概這樣子啊 不過那些話是我 好不容易挖到我的評論 因為網路上評論都差不多那樣 死了漫畫是不是 我後來要重 我後來重新要找一次 找到那個 作者說的話的時候 我還找了一陣子我才找到欸 反正 有用就好啊 現在不是看到橙橙了 還有很多好笑的東西 特哥什麼 那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想說 把巨人結局看完差不多啦 現在都沒有 現在沒有要跳得到吧 現在都會活到每一天 活到未來的每一天 但不管那個實況難度變得怎麼樣子 反正只要有人 還會IG還會那種說 欸他這個 之前的躁鬱症還是什麼 狀況很差的時候 看你直播 感覺有不一樣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好像不一樣了 我覺得 幹還是實況還是要開欸 然後活到未來的每一天 看會長什麼樣子 他那個 重數回答還沒完結 我怎麼能去死